? 記得啊,在暑假花露米的時候 島北有說過 德國有汽車王國之稱 誒!你們知道嗎? 這個全世界第一台汽車是誰發明的 沒錯!就是德國人 我今天來到的就是德國的朗堡 這裡有全德國 不只喔! 是全歐洲最大的汽車主題 皮樂園 也就是福斯汽車城啦 耶 看到了我生活這兩棟玻璃形的圓柱建築物 就知道福斯汽車城到了 每一個玻璃體裡面都可以停400輛的新車 只要你在全德國任何一個地方訂車 都可以指名來這邊取車喔 在裡面就有那種像機場那種LED的顯示板啊 車主大家就在那邊等等等等 只要上面有你的名字出現 就表示你的車要出來囉 不過如果你以為這裡只提供取車的服務話 那就太遜了 福斯汽車城裡面還有座汽車博物館 汽車實驗室 甚至還有專門讓小朋友 學開車的迷你駕訓場 就連汽車城的景觀與建築 都是由世界知名的建築師所設計的喔 哎呦 多說無異 趕快來看看這裡有哪些好玩的活動 欸 在那邊 欸 韓小姐 嗨 你好 韓小姐 你好 你好 歡迎 福斯汽車城有個非常貼心的地方 就是呢 它為了特別不會德語的朋友們呢 像來到這邊我就有一個中文導覽 也就是我們今天在韓小姐 韓小姐 那這個福斯汽車城來到這個大廳 非常的漂亮 你有沒有什麼想跟我介紹的 你看我們這大廳裡面非常的透明 兩邊全用的是玻璃 外面天熱的時候 我們這不用空調 然後把門打開來 我們這就很舒服的那種溫度了 原來大廳這幾片看起來像落地窗的玻璃牆面 也是六座巨大的旋轉門 當室內溫度升高的時候 園區就會自動開啟大門 讓空氣產生對流 這個特殊的設計 不但節省了建築物空調的能源使用 同時也將室外的山水花木 借景到屋子裡 是不是又漂亮又環保呢 那這邊掛了一棵那麼大的地球 那上面上面是寫什麼內容呢 對 我們這個呢 主要是介紹這個地球儀的 這個地球儀呢 就是我們的地球 在宇宙裡面 它以23.45的那個角度 懸掛在哪兒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地球上什麼位置嗎 這個啊 對 藍顏色寂寞的位置 就是我們在地球上的位置 喔 還要細想一下呢 我們不在 日本藍版球 對 你往下面看一下就知道了 藍顏色在什麼位置 所以它很巧妙的地方 就是它必須利用地板的反射 對 真的看過來 我們把它 在宇宙裡面 它是懸掛在哪兒 然後我們看它的倒影 在它的倒影上 就可以看到這個正確的位置 喔 發現沒有 在下面還有很多的小地球儀 很多小朋友們都在上面走來走去的 有時候在數多少個地球 然後呢也可以在上面看有些什麼內容 在銀兵大廳的地板底下呢 常有許許多多顆的地球 這每一顆地球上面啊 都標示了很有趣的統計數據 譬如說這顆地球呢 上面就是標明了 從1950年代啊 一直到1998年 這個地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哇 你看本來1950年的時候很低很低 到1998年的時候已經到這邊了 我想呢 如果現在2007年搞不好啊 都已經衝到北極去了 我們旁邊看一個 這也很有特色 上面有兩個很大的點 嗯 叫酸魚 所以現在有顏色這個區域就是 世界上有下酸魚的地方 對 就是了 我看一下我們台灣 台灣 是在那嗎 也是 有餒 真的我們台灣有酸魚 沒錯 是 有時候 是 找到 裡面 有時候 是 在那邊 我們 有時候 你 有時候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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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有時候 感谢观看